两位都是有过曾经收过经历的人 而且都是另外一半先走了 您是有一个儿子是吧 对 结婚了吗 没有 他是大学在外边打工 您在小片里说孩子还小 几个孩子 我两个女儿 大地17 小的才10岁 您爱人走了多久了 走也得不到10年吧 不过我第一次婚姻就不是很好 就是说从孩子很小 就我一个人在支持这个家庭 他那时候就是说有他的时候 他也没管过这个家 所以说咱生活也挺苦的是吧 所以说到第二次婚姻 咱就想找一个一心 就是说照顾咱那种 好听明白了 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15年8月份吧 咋认识的呀 是经过朋友介绍的 我的意思啊 条件也不好 找一个没车没法已经 只要干干活干挣钱 这个条件对男人来说也挺宽松是吧 不要车不要房 干干活干挣钱就行 他一听这个条件 你找的是一个什么呀 他就答应了你 就这么着就在一起交往了 外表看这个人不是说很好吧 都是也什么也会干 这款水呀电呀 家里的外头的都敢挡起来了 就这么就这样 等于这个你们现在谈恋爱 谈得都比较务实了是吧 没那么多虚头霸 咱这个年龄已经到就是说得吃饱饭才能说旁定那种地步是吧 咱不能说挺烂满的想着 倒是实在啊 您等于去那儿就给人干活去了是这意思吧 对 就住人家了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生活了多久呢 三年多吧 就一直在这个家 对 同时有个年开始吧 他家就是房门住 我吃起来了 没有装修 我花了两万多给他装修 我给他装修这七年 他就是有相亲的历史 相亲的历史啊 对 您还出于相亲呢 那倒是有这么事 咱也得把刷说清楚是吧 我刚才找他钱吧 找他钱 这不看他人也行 我说咱俩登记结婚吧 他不登记 他也不结婚 他说来跟他干部 跟他做装修 我本身 你说咱是找他 也是打普正儿八年过热 我没说三年而已 他呢他不结 不结年我也是个气 有老多再给咱介绍就吧 我出去的确是 又见了几个 见了几个呢 也没大拉 久不见 毕竟在一起长了嘛 还久不见他也挺好 那些就是 都是见鬼见 不过咱也没拉呀 就散了呢 这拉三句话就谈 还是跟你在过日子 对吧 不是那您这也不对啊 您这一边跟谈恋爱 又跟其他的男生相亲 这对吧 他就是不结婚嘛 这不有这个条 我说结婚等级 他不结婚 对啊 那您为啥不结婚呢 我得给装修嘛 他就去相亲嘛 我觉得这不现实 先出头来说 您对他不放心 对 我16年 出了有一年多嘛 16年 我说咱领证东西 16年您起初要结婚了 对 他又不同意了 就是为啥呢 16年他说 行啊咱俩领证结婚吧 你光口头领证吧 你不说你敢买个 戒指买个项链是吧 毕竟说 女人嘛 你哄哄 你什么也不拿 就光说结婚嘛 就是 这个很重要是吧 他不是很重要 主要心里不熟 毕竟咱这个年龄 你跟他说呀 你明白人类心思吗 就是结婚嘛 我要嫁给你了 你稍微表示一下 结婚呀 一开始吧 介绍人吧 就说拿五万块钱 这一年多了 我得给他付出很多 在装修 我得拿两万多 也就是想不到五万了 结婚嘛 他就叫 再给我买首饰 那这个我就不同意了 为啥 为啥 他是出于相亲啊 就这过程当中 一直没断了 跟别人聊 对 一直没断 这你们不对了 没见 过这一年之中 老婆跟人说 比他聊天好有多事 都说我找了 我不再找了 这不他说结婚 光说结婚 又不想花钱 你怎么墙上就坐 退小气了 你光说谁心里能数过 是吧 心里是不是这么琢磨的 装修两万多 给你们家干了一年活 怎么也怼个三万了 是吧 对 加在一起 不就没人说的五万吗 对 我怎么再能花钱娶你 你就这么想的 对对对 真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想的 哎呀 你这个照片 所以说15年是 您想结婚 他不同意 16年是他想结婚 您没同意 对 是这意思吧 这到了17年怎么样 17年就是 这不晚的农村贵秋 他押走干活去了 干活去吧 他说没有加油钱开车 我说我本来 租的是人家房的吧 到拿房钱的时候吧 我说我把这5000块钱 给你拿回去吧 拿回去你加油 你挣了你再给我拿回来 开车要去秋收是吧 对加油啊 是个农用车是吧 对 这个5000块钱 我快到拿房钱的时候吧 我给他打了十遍变化 我说你把5000块 给我烧毁了是吧 我也等得远 他也知道这种事 我给他打这十遍变化 他也不是给我拿回钱来 也不自首你说 你有个话也行 他就不打理我这个事 你说谁心里能说我 哎他不自首 不自首你安装人家 就问我 他说你对象干嘛 我说俩散了 夹走了 不来了 哎接着又给我找了一个 我就接这个气质啊 我倒是又去乡亲去了 咱实话实说吧 反正就别 藏着烟热了是吧 你怎么觉得你特别像 一稀缺资源哈 说话还好就这么坏是吧 他本身女人也是好找吧 咱又不是说这个事是吧 哎 为这个呢 他倒是也回来了 各位 回来呢 他直到晚就是又相亲去了 他接着就不愿意了 他说你看 你想怎么治吧 问我 我说我不想怎么治 我说我给你的钱 你给我拿回来是吧 那个他没动你 哎这个呢 他说行啊 第二天就给把5000块 给我送回来 你说我心里能舒服吗 这个事 嗯 还愿我相亲吗 我要不做这个 你的钱你就是 就听不见 这个事是17年 17年买了这个车 花了13万5 嗯 他好心也给我 抵抖了2万块钱 哦 这个13万5 也是一个不晓得数字 嗯 他要的时候 说我正在忙丘 那是忙完丘才收钱 那您跟人说一声啊 那说吧 都是两口子嘛 也没有说 假之说 您都觉得是两口子了是吧 对 你怎么两口子 你平时挣的工资 怎么不给我呀 头一年 也给你装修 也挣工资 那钱就给你了吧 就买车买的 我有点压力 这二年我没给他钱 有车袋嘛 七八万车袋 他一个纠结这个事 所以现在为什么来呢 那不17年的事吗 17年这不又过到18年了吗 18年还有事呢 对呀 又过到这不七年年底吗 去年年 过到年几年 这不他发了工资呢 一百年不敢留 接着就拿家走了 我俩出去买衣装钱 买衣装 总共花了三百多 我花了一百块钱 他花了二百多 他就真格 让我把这一百块钱 隔着拿上来 你说两个人过日子 你敢拿上这一百块钱 不行吗 又不是很多是吧 还有俺孩子 买药那天 头一天 我给他一百四 出去买药去 他花了四十还剩一百 他买个车厂商品 买一百块钱 他定理 让我拿去 我又出了一百 俺孩子有病了 我说你敢买两毛药去吧 他说嘛 你再给我钱 我那钱疼下就上来 我说我这三天之内 给你二百多 也是你花的 也是你有事了 你怎么买药这袋钱 你还炒我药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你说热药都过到这份上了 你说你也忒小气了吧 他说这别管了 我过年年底我就走 我不雷了 我说行啊 你走吧 说好了 这不年二十六走的吗 到初三年 我说了 我说你看 咱俩这热药 你人还是不能 就是钱还可以小气 你不能大方点吗 是吧 咱俩可以再过啊 这不说到这了吗 这大年初三年 我把人给请回来了 我没请 我到他家去说说这个事 那不就是请吗 我问问 咱把这钱的事扔掉 你喜欢这老头吗 人倒是行的 就是太小气了 除了花钱扣之外 对你好不 这都是都行 体贴不 哪都行 就是钱还小行 行行行 我现在压力太大 孩子没完事 我自己给大家乘家的一样 两个车袋 两个车袋 我就一八年 我就买了一个轿车 你给我们透个实底啊 你现在还有存款吗 有点 有点能用在你现在自己的生活 那是孩子的存款 不是我的存款 我就问你 您自己算有存款而没存款 我没有 一分钱没有 没有 欠债吗 欠 欠多少钱的债 五万多块钱 不是说你买车的时候 人家还投资了两万吗 那个钱算外债里的吗 不算外债里 那是给他的钱 所以那个车 还是有您的股份的 没有啊 不要了都是他的 都给他了 他家没有 那两个闺女 咱又不会开 你那张算的 你那两万块钱装修费 早就抹平了 两万块钱的装修费 你两万块钱的车款 16年我 我没抹平 不是 你在人家吃住 16年我得那 所以说你这个人真是 斤斤计较 两万块钱 怼两万块钱 抹不抹平 抹平了 抹平了 在人家吃 在人家住 给人交过房租吗 给人交过饭费吗 没有 你向那些亲的人 我相信有经济条件 比他好的 为啥都没看上 如果跟他待一起 时间长了吧 像你说没有感情 还有亲戚呢 是吧 天天在一起 如果我偷一个老公 什么也不给我干 就是说 趁天光出去玩去 什么活也不会 所以这个男人 你觉得是比较踏实的 一个男人 对 他都会 他什么活也会干 活也会干吧 出事也行 说话也行 家里家外 他都给你担起来了 对啊 所以他会算呢 他是算盘柱子播的零啊 你的想法是 如果跟他过的条件 是什么 我的意思 你挣钱给我也不要紧 所以我经济比他好 你把钱给我了 也许我还多拿出钱 再帮你还贷 您现在比他挣钱 挣得多呀 也许吧 挣钱也不是很多 不过吧 您是做买卖的是吧 做买卖不是挣很多钱 不过我两个女儿 又没有负贷 也许没负责 他要是把钱给我了 我还能赔着钱 再给他拿出去 帮他就是说还贷 他就不相信这种事 您是开小店是吧 对啊 您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呢 打工 一年大概收入多少 五六万块钱 五六万块钱 这五六万块钱 你要给儿子攒多少 我还没想 我还没想 他给他工资 你说句实话行不行 你不是有存款吗 我没有存款 我儿子有存款 是你给的不 不是我给的 那你那五六万都花哪去了 关车 这些车 这三年 买车就交你二十万吗 三六一十八万吗 你买一辆车不是十三万吗 十三万 十三万还有七万吗 怎么没有 还有五万块钱 还有交车 还有货车 对两辆车 两辆车二十万 三六一十八万 你真是不会算账 你还做买卖呢 你都没听 就是谁在帮你算账 就一开始的时候吧 我觉得是 好像一个女人 就真的奔钱去了 欺负一个老头 一开始听的时候 就是这么一感觉 然后还 好像特别务实 今天像一个 明天像一个 后来你仔细 把这个脉络 全听完以后 发现有人 扮猪吃老虎啊 那小算盘打的 你心里到底怎么想 跟他过着 帮他们家干活 经济上各自独立 什么时候 儿子结婚了 再说他们家的事 是不是这么想的 对对对 就是你能出的 就是给这个家出力 是不是这意思 对 钱你也别沾我的 一个希望找一个 可以依靠的男人 好好地跟他一起 抚养两个女儿 成人 然后他们 好好地过日子 这听起来呢 是想找一个 老伴儿 好好地过日子 但是心里呢 一直想着 自己的小算盘 这个算盘是什么 是自己的儿子 你会发现在 这段情感关系当中 好像两个人 都把自己给忘记了 不是我喜欢一个人 我爱一个人 而是说 我的情感的背后 是我要 抚养我的孩子 听着好像很 现实啊 但是你仔细一想 又为他们 有一些心酸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妇女是在村里 应该算长得漂亮的 我看你很自信嘛 你说我很好 不是自信 我从一开始 我就在自己 正前养家 所以说我没有 她管我也想 不管我也想 我自己我能鼓励 我是这个意思 咱们可以勇于 追求爱情 大姐 大哥也是 其实两个丧偶的人 应该在一起 抱团取暖 彼此是同病相连的 但为什么你说 你们两个人 本来按道理来说 抱团取暖 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我不相信 大姐是那建议思迁的人 我也不相信大哥说 除了为自己儿子 要留点钱结婚之外 我也不相信 你是一个贪图享受 但是你们这事 做得让人看不下去 咱就不能把钱 稍微看轻一点 让儿女们能够独立一些 你们俩 好好地过日子相爱 大哥如果我是你 你现在就应该搬出来 你又没娶人家 你就住人家家里去 你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让别人看得起 让孩子看得起 而对于大姐来说 也是一样 你条件再好 有多少人想要娶你 但是咱要谈 就认认真真的谈 行吗 如果能够抛掉钱 还有感情 咱就认认真真在一块 毕竟 有了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之后 彼此都还想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那咱就认认真真的 真情实义的 好吗 就这样 谢谢 谢谢